那现在我稍微带你们看一下它的界面 那这边其实如果你已经有账号的话 左边这一排它其实就是 Creation 你可以就开始 去create你自己的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所以这边有一个加 加之后你可以去选各种不同的PowerPoint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要做presentation 你是要给我一些资讯卡 还是你要去做gamification 你要去玩一些游戏 还是要有一些interactive image 你要给我一些地图上面有一些指示 或者是地铁图上面有一些指示 这个都可以做到 或者是你要做一个video presentation 你要做一个指引 你要做training materials 之类的啦 或者是你要从空白的开始自己慢慢制作 那这些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去按一按 那我们从最 一般的presentation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template 我随便点一个template 带你看一下 Score Notebook 这些其实我都点进来看过 但 通常就是找一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一样也会给你一些所谓的section 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 你可以回去 然后list 他就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你又可以再回去 然后有map 然后这边应该会有一个home 所以可以带你到首页 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template不错 你就点一下 useless template OK 他就会问你说你要哪一些powerpoint 你要拿几张slide的那通常我都会去全部都选啦 反正到时候可以慢慢删 然后点进去之后 他就会把 这个template 放进去你自己的页面当中 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编辑 那这些 你不要这个页面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删除 这个是复制 如果你觉得 譬如说 我的目录好长喔 一页不够 我要再一个目录 那你就再复制 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下一页一模一样的画面出现 你不要就把它删掉 然后左边这一排会有一些你可以用的资源 譬如说我如果要加一个title 然后 我就可以直接从他既有的 这一些样式里面去选 或者是我要自己决定 字型 他的字型其实还蛮多的 我要把它变成这样 我说 Hello Presentation 太短了 那就把它拉长一点 然后你觉得这个字型不漂亮 你要再换成 这个字型就再换 他其实字型还蛮多的 字体的大小 然后出体 或者是颜色 其实你都可以去 颜色 你都可以去改变 或是背景的颜色 这个其实你自己玩一玩一点 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要把它固定住 那你就把它锁住 那这时候它就不能动了 那如果你还要再修正的话 那你就记得把它解锁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功能 所以这是文字的部分 然后文字其实这边真的可以做还蛮多调整的 然后它也会有一些免费的图像 所以你可以从你自己的Google Drive 然后或者是 有一些Link 啦 然后这个My Brand就是Master的功能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 或者是你把电脑的然后拖到这里 然后把它汇入到 你的页面当中 你就可以在你的PowerPoint上面使用 或者是如果你就是不想要用你自己的资源 你想要用这个 这边的资源的话 那就按Show more 你可以去search 我今天可能要 然后跟门相关的 我就按一个Door 反正你就是自己去搜寻啦 但我没有觉得 它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也会有还蛮多东西 如果是Door 这边就会蛮多的 所以它可能会列在不同的项目下面 然后 下面还会有一些各种的图片啦 所以你可以一个个去点 或者是动画的 你要在笑的画面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拉上来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这些图片 然后这个Resources 它就是会有一些icon跟shape 你可以使用 或者是有一些图表 那会有一些线条 线条还蛮多的 那这个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是Interactive Elements 就是你点选之后会给你反应的 这个就真的还蛮常使用的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 各样的icon可以选择 回到原来的页面 然后或者是 你要换颜色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换成 绿色的 图案都可以 所以 这边有很多的button可以选择 每个你都可以去改变它的颜色 或者是有一些 社群软体的一些icon 你也可以高兴放一个YouTube 如果你有自己的网页要做宣传 也可以 或者会有一些marker 你也可以使用 这些其实都还蛮常用到的 你要特别标注一些 这边有餐厅 然后 这边有什么 这边很重要 所以你要标记的时候 你都可以使用 然后 SmartBlocks 你每个都可以 拖进来 这些你可以去更改 然后 这个图案 你也可以去调换啦 你会发现说 这个bar不能动 怎么办 这个bar不能动 没有关系啊 因为它其实 多的 少的 它都会有 然后其实你都可以去 去选择吧 你要这个 你可以 再复制一个 然后再贴上 然后再把它拉到这 之类的 然后这个你不要 你就把它删掉 反正就是很方便 那 Insert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 Video 你自己的Audio 或者是 你要写一些程式吗 去做更多事情 就譬如我刚刚说的 会有一些反应 会计分之类的 可能就必须要在这边执行 然后背景 它当然有很多的图 你可以去 使用 或者是你要单色的 那你也可以 去把 颜色去做更换 然后Pages 其实就是 我们的页面 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去做连结 那譬如 我要连结 这里的话 就点一下它 这时候你会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锁住 你不要它动了 你怕你不小心按到 然后这个 其实就是 你可以 让它在PowerPoint里面 变成是一个 可以拖动的 一个 物件 譬如我现在点了 我如果不点它的话 你们看一下 如果 它是不能动的 它可以点按 它不能动 但如果 今天我可能按了 这个收账 然后我再看一下 它就变成是一个 学生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拖动的 物件 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点按进去之后 然后它会连结到 什么画面 你可以把它带到 某个特定的 网页连结 或者是 你可以把它带到 某一页的PowerPoint 或者是 如果 有时候你可能 懒得去选 每一个都这样去选 下一张 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我说 我要把它带到 Next Page 或者是最后一页 或者是第1页 把它带到目录 这个就蛮有用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 每一个页面 去做一个 Home 键 那Home 键 就会连结到 可能 First Page 之类的 那可能还会有个 Go Back 的键 然后去回到你的 上一个页面 不管它是哪一页 那这个其实就是 可以自己设定 然后Windows 其实就是你可以 打字啊 I like Movies 然后 然后 挑正 打错字了 然后去调整它的 粗体呀 然后大小之类的 那或者是如果你要把它插入一个 iFram的链接 比如YouTube的链接 你要它点 某一个按键之后 就会跳出一个YouTube的影片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插入YouTube的iFram 那Tool Tip是什么 就是滑鼠滑过去以后 它自动会跳出来的一个画面 那譬如 我刚刚打了I like Movies 所以我的滑鼠滑过这边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些提示 这个是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按键它会有的功能 主要是一些Interactivity 一些互动性 那这个其实就是动画元素 那你按了之后 它其实会有蛮多动画的功能 包含你进入的时候 或者是持续的 它会一直在做某件事情 或者是你滑鼠滑过去的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它要怎么样 离开这个页面之类的 然后有方向 那 很多它其实除了方向之外 我要从这边滑过去 它还有一些速度 还有秒数 你可以很快的设定 那这个同学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但是你大概就知道 它可以做这几件事情 它可以去做动画 它可以去做Interaction 它可以去做托译 然后它还可以把它锁住 大致上就是这几个功能 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Preference 这边其实你可以做一些设定 譬如你要不要Share它 或者是你要不要开启Fullscreen 或者是 会有一些indication 你要不要学生看到 譬如说 哪些是可以拖拉的 它要不要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不要它看到的话 你要它自己动手去试 那就把这些关掉 那你需不需要在每张PowerPoint上 都留一支笔 什么意思 如果你按了要的话 那现在每一张PowerPoint 它都会多一支笔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那你们礼拜一有看到 我可以边上课 然后边写字 或者是学生 可以边上课 你叫他写一些字啊 你要他说 写一个yes 他就会写一个yes 你要他写一个no 他就会写一个no 你要他写一个 Linguistics is fun 他就可以自在的去写 那 当然啦 如果用滑鼠会非常难写 刚yes就是用滑鼠写的 然后no是用手指写的 那其实原因就是 我现在是外接一个可以触控的 萤幕 然后把电脑外接到可以触控的萤幕 然后这样子我写字会比较方便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已经完成之后 你就按 那因为我是付费的 所以我可以选择 我不要公开 我要把它是私人的 只有我自己 然后知道这个链接的人才可以使用 那这边会有一个password 那你可以在整个powerpoint可以设定一个password 你也可以在每一张powerpoint都加上一个password 可以干嘛勒 就是你可以在上一张powerpoint 可能要达成某一些任务之后 你才可以得到一个password 然后去解锁下一张的powerpoint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做escape room的时候 很好用的功能 那我刚刚其实漏掉了有一个还蛮重要 你们之后可能会常使用的 template的版本 那玩游戏 玩游戏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界面 我随便点一个 这个比较可爱 我们点这个好了 OK 所以它是有关于玩具的quiz 所以它会有 第一个 这边都可以修正啦 你如果觉得这个字体我的学生看不懂超鞋 你到时候也可以更改字体 所以你如果点了错的答案 它就会出现这个图片 然后try again 你点 它就会让你再试一遍 所以如果你点到是正确的答案 然后就会带你到第二题 然后正确的 第二题 第三题 我们把它点完好了 看它最后会出现什么 其实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每个都点过 因为它的template一直在更新 但是你会发现还蛮有趣的 有时候你点一点就会 你就算你把它放进 其实你某一个线上测验的其中的一个题目 然后你把它融进去的话 学生在做作答的时候 常常你也会听到一阵惊叹 想说哇这个好fancy 然后很有趣 那其实它都不难啦 只是说 如果你知道这个软体的话 如果你用习惯的话 其实你要做一个有互动功能的小测验 然后让学生觉得很有趣 它其实还蛮容易的 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说你完成了 然后这些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在做修正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加上一个密码之类的 然后去解锁下一关的内容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还蛮可爱的 然后有互动性的 然后同时学生又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当它作答起来可能跟 一般传统的纸笔的测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也跟那种 字式的选择题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会有一些动画 invive在题目里面让学生做起来更开心的 然后把这些小测验可以融入到你自己的教学活动里面 甚至你某个PowerPoint都可以 在一个页面然后去把另外一个PowerPoint拉进去 什么意思就是 譬如说我可能在同一张PowerPoint里面 我想要用好几个不同的Template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今天如果除了这个Template之外 我还想要加上 可能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 我可能之前在网站上面找到的 我要加入一个漫画进去 那我可能就选这个Template 然后告诉你说 我要这两页 也放进来 然后你可以自己再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好几个Template 放入到同样的一个PowerPoint presentation 然后去做更有趣 然后互动性更强的PowerPoint 所以 这个大致上就是很简单的简介啦 那其实这种 软体都是 需要同学 慢慢的试 然后慢慢的去摸 你才有办法去更熟悉这些网页 那这个应该就是 我们这学期 我第一个要介绍给你的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 而且有一些 免费的功能的一个 带有Interactive Featur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其实不应该说它叫PowerPoint啦 因为它就不是Microsoft 好吧 那至于 你们这一周的功课是什么 我就会再用 纸本的 比较详细 比较仔细的去把 去交代 去交代 你们这一周必须要完成的功课 那就先这样吧